謝謝護理師 從疫情開始 我們所有的護理師 護士 都在防疫的第一線 不管是在之前的機場 港口 或者是我們的社區檢疫所 現在呢 大家看到了每天我們的醫療院所 都大排長樓 然後我們護理師呢 用他的專業的付出 跟生命的奉獻 來守護國人健康 前一陣子大家可以看到 醫護人員忙到 沒有時間去喝口水 好好的吃飯 甚至吃飯的時候 是用紙箱 就是彼此之間怕彼此會傳染 大家鑽到紙箱裡面 埋頭去吃他的午餐 這樣子的畫面 這個大家真的看得非常的心疼 這個是我們的醫護 站在第一線 為大家在前線作戰打拼 但是呢 他們犧牲了很多 個人的這個休息的時間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那我覺得指揮中心有必要 再成立這個專案 特別來照顧我們這些所有在第一線 為大家守護疫情的醫護 我們雖然說用1比5 那我們現在的訴求也希望能夠去 滾動式的去調整我們三班的互病比 像我們現在照顧Omicron的病人 我不可能白天照顧6個 晚上照顧12個 到大夜班我要照顧更多 如果能夠三班都能夠照顧到1比5 然後朝的國際的標準 我想一個友善的職業環境會讓護理人員願意進來 或是讓護理人員應該留任 現在我們要走的方向就是怎麼樣 讓他能夠穩定下來 其實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的現況 也都是這樣子慢慢去穩定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要一起努力 不是只是醫療人員 也不那民眾本身 其實真的自己的責任也很重要 常常很多時候 我真的要告訴大家任何事情的發生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 那以前的那個學者專家講 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是你容 你自己容許的 所以不要把自己的責任拿掉 那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一直都強調自主管理 自我管理 那其實是很重要 在這改變的過程當中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的今天的鴕鳥防疫 最重要就是以快篩不足 黑素蔓延 我跟大家講 每天的確診數字 到底多少 實質上是從快篩跟PCR的量 才能決定數字 快篩不夠 PCR不夠 數字不對 角色要改變 要地方優先中央輔助 侯友宜市長講 如果你要來的話 要通知我 我陪你 看看真正的地方 需要的是什麼 到底死亡會多少 我們希望外媒 是烏鴉 是講錯話 但是我們一定要小心 未來的死亡率 會不會增加了很多 家長的焦慮 從疫苗到底要接種 哪一種疫苗 要不要接種 到今天為止 BNT又適當的delay了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 到底政府 怎麼樣給家長 一個多元的選擇機會 層層的藥物 層層的關卡 我永遠記得 數以萬計的輝瑞藥品 放在中央 從4月1號到4月底 才使用了800多劑 這樣子的標準跟國外垂手可得的 一個陽性個案 就能服用輝瑞藥品 差異何其的大 當然今天醫療鬧能到底夠不夠 護理師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不夠 就是他們累到已經快崩潰了 特別今天很不幸的 就在護理師節 今天他們要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除了慰勞所有的醫療團隊之外 慰勞所有的醫療護理人員之外 真正要告訴政府的是 坦白的面對民眾 將我們的重症情況 以及病床的速度 讓民眾真實的了解 所以